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副主席请小气开国将军吃饭,结战后,他再也不喝茅台,在我国的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,国家涌现出了一大批能争善战的军事人才,这些人在建国之后不久,都被授予了与战功相等的军衔。 这些将军的待遇和福利也都不错,但是却有这么一位被人说小气的将军。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说说副主席请小气开国将军吃饭,结战后,他再也不喝茅台的。 一般干部和基层公务员吃什么,他就跟着一起吃什么,可以说是个很贴近群众和基层人员的领导。 哪怕是地方上的人,知道了他这个习惯之后,在食堂里面,多增加几个好菜和肉菜,游将军也对这些多出来的好东西不屑一顾。 旁人劝他吃点好的,他却说我可没那个钱吃,你们想吃你们买着吃就是了。 不少他的朋友就调侃他,原来不是节俭是小气,有次代表地方到北京去开会,见到了老朋友。 李先念,他就开玩笑的说,请大财猪做东,让他喝平茅台解解馋。 李先念爽快地答应了,但是这个事却没有办得妥贴,李先念因为自身主管事务较多,一时间忘了胡召大索的人说,把酒钱算到自己头上。 结果服务生不知其中的缘故,竟然去找游将军要钱去了。 后来李先念知道了这件事,去找游将军表示歉意,说要再请他喝茅台。 游将军就连连说可算了,这茅台太贵了,我可是喝不起,不顾下次。